水上國中這邊則是同樣的派出曹如依、王怡文、汪余貞、王凱蒂以及何宇童 其實是要遲到哪有球圈的時候都是非常快速的推進 這邊率先開 這也可以迫使堅持圈更有信心的往裡面去打 是 好球 哇這個球 哇這顆球 要短了 怎麼有 怎麼整個拉得很快 我們常在說 如果你在外圍出手的時候 你只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情要嘛做安全員 國中的十二號王凱蒂不在球場上 那可能就會造成名傳國中五號檢池萱 有非常大的膽打機會 能夠在禁區多多的得分 兩邊都非常的急 一拿到球都想要快速往前推進 防守壓迫的時候 其實造成名傳國中非常多的失誤 進而讓他們有非常多的機會 可以再次轉換進攻 讓他們可以將比數抄切 有下半場兩階的時間 那他必須在這個體力調節上 一定要做到一個穩定的調節 分配 然後這是一個漂亮的戰術的執行 沒有放棄你這個球 哇這邊一個漂亮的個人突破 所以造成手已經沒辦法把球抓穩了 哇這邊 外圍有機會的時候 其實他們作為的都是選擇外圍投射 只是可惜的部分就是說 要跟進搶籃板 還在尋求手感的話是 比較可惜沒有把握到 是而且其實剛剛這顆球 水上國中即便碰到這顆球 這個漂亮的歐洲部放進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已經打到第三節了 底角三個球出手 沒有碰到寬單姐 這邊抓下籃板之後 在底下放進兩分 非常強 其實現在兩邊都開始一直在嘗試外線的出手 可以看到他其實在得分上是非常的穩 穩定 這邊簡體圈底線拿球 一個漂亮的轉身 沒錯 兩邊就是比堅持度 看誰能夠堅持住 然後撐到第四節決勝者 這次出 前面把握住這次上籃的是15號的 這邊三個球出手 而且我發現名傳國中在下半場的防守 對於持球的壓迫越來越做錯 進區單打我覺得那是非常好的概念 因為其實畢竟他也有身高 他必須要像名傳國中的簡持軒一樣 強勢在進區單打 不然 尤其是在最後一節 你看又造成了一次失誤 那看這一波快攻有沒有辦法拿下分數 漂亮傳給了右邊空檔的隊友 非常漂亮的分球 當然這也非常考驗簡持軒 在面對這種防守下的體力 是 這邊直接高舉高打 很輕鬆的投進這個兩分 因為他知道現在進區裡面 唯獨他有優勢 其實他攔不住他 趁著這一波攻速其他的球員 也更有信心的去做進攻喔 看起來這場比賽應該是 名傳國中會拿下這個勝利 那麼其實在明後天的話 也將會陸續碰到的是 拿下三色的陽明國中 永和國中 以及以兩勝一敗 進入到總決賽的土庫國中 好